在這邊開個新的工作表 把它貼在這邊 貼過來之後你會發現 如果你現在下拉會不會有反應 還有反應 有沒有 它會自動幫你做 做連結 不過呢 如果你在2003的版本就不行 因為2003的版本資料驗證 它不能夠跨工作表 在2007以後才可以 這個地方要特別的注意 2003不行 2007之後才可以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其實還蠻聰明的 它會自己幫我怎麼樣 因為我已經把路徑改了 所以貼過去之後 自動幫我修正 前面幫我加什麼 工作表1 再一個驚嘆號 後面就是它的一個範圍 對不對 OK按確定 可是像這樣的方式 那月也是一樣 你也可以把這個月改一下 這個月如果說把這樣剪下來 然後再放在工作表1的這旁邊貼上去 那實際上它也會自動幫我做連結 但是這樣的方法 其實不算太理想了 比較理想的方法是這樣的 建議是 在這個上面你插入一列 插入一列 插入一列之後呢 這邊給它一個名稱 這一列 這一欄 這一欄叫年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 輸入一個年 然後呢 旁邊那個就是月 比如說這邊上面給它一個欄位名稱 欄位名稱呢 就是年 OK 那這邊的話就是月 好 那一般比較建議是這樣 因為如果你給範圍 建議是把這個例範圍選起來之後 把年上面是標題 下面是它的資料範圍 建議用什麼呢 公式裡面的 叫什麼呢 建立 這個工作管理員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這個東西 這東西很重要 以後你的那麼一個範圍 裡面呢 它叫什麼名稱 你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定義名稱 不過呢 這邊教各位一個方法 你可以用什麼 從選舉範圍建立 從選舉範圍建立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上面有個名稱 這個是什麼 頂端列 對不對 我們的標題 叫做年 對不對 那它的標題是在上面 所以請你頂端列打勾 按個確定 那你可以發現在名稱管理員裡面呢 就多一個